嗨 各位好 今天是7月7号 周三 那么今天的行情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都其实高兴不起来 我发现就是大部分的网红票呢 似乎呢 亏不成军 那么这有什么理由呢 让我比较担心的还是这个Russo 2000 那么我们细细来分一下 今天十年的国债利率呢 继续刷新这个最近两个月来的 一个新的低点 媒体呢都在谈 这个利率崩盘啊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十年国债 十年国债 创新低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说明 这个华尔街或者投资界啊 或者说债券的人呢 他们认为啊 十年以后的这个利率呢 相似放下走 这是经济低迷的一种表示 但是呢对纳斯达克呢 特别是大盘股呢 它却具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吸引力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纳斯达克继续的 早上的时候呢高开了 纳斯达克100的高开了80个点 但是老王呢也和大家一样不开心 因为老王做了三场战役 从道琼做空 到亚马逊做多 然后又做了SPCE 那么相对来讲 SPCE呢 还是一个网红的股票 那么十年国债的一个继续的刷新新低呢 使得这个大家对经济的展望呢 是不是那么的乐观 不是那么的乐观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这个通货紧缩啊 是非常的严重 这是全球第二大经济 那么美国的现在的经济呢 复苏的非常强烈 但是已经是落日黄花 已经是全面反映在美国的这个经济的报表上 还有这个就约数据 那要再上一层楼呢 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困难 比如说现在招工难啊 各个方面的问题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呢 中国的彻底的通过紧缩啊 没有发行新的货币 房地产收缩 银根收缩 这个然后呢 这个全部封闭啊 中美对抗 第三大经济是欧洲经济体 日本经济体 都还是在疫苗疫情当中 还在这个此时的挣扎 还有Delta这个风暴啊 所以十年国债利率呢 显示出未来大家对经济的展望 是非常的相对来讲 非常的一个悲观啊 所以从前一两个月 这个大家担心这个通货膨胀 到大家现在开始对经济开始啊 开始这个担心了啊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大家有点抱团取暖 去买Zone啊 去买PTON啊 这里的股票 同时黄金呢 又回到了1800点 所以相对来讲呢 我们可以看到十年国债 今天继续刷新 这个两个年来 两个两年来的一个新低啊 大家还是应该继续看好 这个股市啊 暂时呢 不要去过多的想 这个股市会不会崩盘 因为三大指数里面 我们看到 其实道琼今天也涨 所以纳斯达克也是涨 但是纳斯达克里面 有很多咱们的网红票呢 却没有咱 因为我们华人呢 买的很多都是网红的票 所以今天这两天呢 真的是 苦不堪言啊 苦不堪言 好我们来看 看到呢 这个纳斯达克呢 我们继续走高 今天走了一个十字星 我们很难用这个来判断说 这个大盘已经要见顶了 来一个十字星说 这个市场趋势不明了 那么我们看到DMI指标呢 定海神针继续指向要往上走 所以暂时呢 咱们还是继续看多股市 道琼呢 我曾经说过啊 现在负面的做空的这种形态呢 可能80%都是失败的 我们可以看到道琼呢 前一阶段有这个菱形状啊 的这个Diamond Square的一个压力 现在我们看到呢 这个基本上走出了一个 可以说是 两阳夹阴的一个态势啊 说明这个 这个道琼呢 可能再下一层 这种概率呢 还是比较大的 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大家今天看到利率下跌 银行应该跌 但是他们一旦还拉起来 包括油价啊 好我想着重的谈一下小盘股 因为大家这两天很郁闷啊 很郁闷 我们看这个木头姐的票已经开始 这个不行了啊 还有这个Polentier POTR 这个是我看到的 Raku啊 等等这些中小盘的股票 现在市场上顶某礼拜的 无非就是亚马逊啊 所以这一波行情呢 我的预测是对的 但是也没有赚到钱 因为我被拖累了 被这个SPCE彻底拖累啊 还可能去fall in love 那有的朋友开始开始说老王你何必呢 就专注做大盘股 其实这个要变啊 因为大盘股像亚马逊啊 他可能八个月都没有动 其实NVIDIA从去年四月一直在500块钱晃悠 最终才拉开800 那你如果等他天天做这个NVIDIA是赚不到钱 天天做亚马逊是赚不到钱 而最近的亚马逊才刚刚火爆 所以大家呢 也不要急需于或者过于迷信这个大盘股 而是要想着怎么办 但是我原来的逻辑呢 是认为六月会大涨 然后很多基金呢 会FOMO 但是呢 我们却意外的看到呢 这一次大盘股上涨以后呢 中小盘并没有跟进 反而呢 是不断的下跌 那我待会儿要着重跟大家讲大空头的理论 我觉得其中有一点道理 那么今天呢 我也看了这个咱们 咱们的这个 对不起啊 咱们的这个波浪理论的 主师Robert Kelly说 他说这个Russell还要跌 Helen Masler这个Street.com里面 这个专栏作家 也是前高盛的技术分析师 那么他用来这个IWM 也就是Russell 2000 因为我们有很多股票 GME啊 AMC啊 还有Palantir 都是Russell 2000 Russell 3000 Russell 1000的组成股 那我们看到这些网红股呢 都是暴跌当中啊 那么 Helen Masler说 三根阴线啊 已经连续两个月以来 第一次出现三天的阴线下跌 而且跌穿这个趋势线支撑 这个比Russell 2000 还准一点 那么向50天线去 那么Robert Kelly认为 这个Russell还要往下跌 这是上一次啊 连续Russell四天下跌 我们看到Russell是在 去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呢 程序多天下跌 然后呢 反弹反弹 然后走出一轮这个大牛市 所以这次是不是和 这个四月份 是一模一样的走势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还是存在的啊 存在 但是大家可能本周呢 日子不大会好过 因为我觉得 这个Russell 2000的股票呢 可能还在 还在往下走 还在往下走 我同时呢 也在研究这个Russell 2000 和下跌利率的一些 这个英国关系啊 不过overall 大家现在应该是坚持 坚持 而且呢 好日子呢 在后面呢 通常啊 在乐观之前呢 还是要继续悲观 好 IWM Robert Kelly的这个提示呢 他认为还是ABC调整 然后我们走一二 A浪 ABC啊 A浪下跌 B浪反弹 C浪下跌 还有一个新低啊 R21.31要触及啊 所以咱们现在的走势呢 应该说 罗素啊 中小盘是比较糟糕的 但是 大家也不要急着去买UVX 因为道琼 纳斯达克 他还是涨啊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股指期货的走势啊 股指期货呢 现在还是在涨12个点 标普涨了一个点 纳斯达克涨了10个点 对吧 好 美元呢 今天呢 继续刷新新高 这个波浪理论呢 他们今天彻底停止了 这个对美元的预测 这个美元呢 已经是突破了这个怎么样 这个0.786这个位置 然后呢 继续冲高的一个概率呢 还是非常强大的 冲高的概率还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美元的继续走高呢 它是一定程度上呢 是对于经济低迷的一种恐慌 这个可以这样解释 不是说因为美国的利息高了 比中国要高了 比欧洲高了 大家去追捧美金 而是说 哎 这个我的全球经济都是一塌糊涂 只有美国的经济啊 才是我们的救命到场 所以你要来避难的话 就来买美金 所以这是美元背后的一个上涨的逻辑 好 那么我们不得不看到呢 其实中国最近不断的打呀 滴滴呀 其实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动作 那这种动作呢 是市场上所不想看到的 因为对于这个高科技公司的反垄断的调查 这些都是这个反生产力的 相对来讲 这个会造成这个国内的经济的不断的低迷 因为这个一个国家不可能是由这个党和政府全面控制 你还是要有私营企业来不断的招聘 来不断的发展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最近出的一些事情呢 是一个典型的deflation 或者recession的一种暗示 所以大家呢 还是追捧美元 美元变成一个肖默默了 最后呢 我想因为今天的篇幅有限 咱们尽量把这个视频压在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大空头就是原型的电影呢 这位基金经理呢 这个叫Michael Burry 他说一旦到团股和数字货币崩盘 散户的损失将坎比一个国家 这是来自新浪财经6月19号 那么这个预言呢 我觉得呢 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啊 因为我们的确看到这个 这是这个Business Insider的一个文章 刚刚说看到这些这个 这个 就是爆团股 华尔街大赌场的股票呢 开始多日的下跌 多日的下跌 所以这个崩盘呢 似乎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了 来我们看一下AMC 好AMC如果我们看30分钟图的话 我给大家画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三角形 现在是属于破位 破位当然这个三角形呢 它还是有反抽的一个可能的 但是呢 它最终呢 可能还会跌向32 今天收盘价呢 是跌了45块钱 是往下走 是往下走 GME呢 也是在横盘以后呢 往下走 所以这个说明短期的这个 木头姐的一个票呢 将是非常非常凶险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这个在这一波行情当中呢 我们是预测对了这个大盘股 亚马逊啊 苹果啊 但是我们对这个二三线的股票呢 却 我们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热情呢 市场上的一个做多热情呢 却换来了 市场上的一些投资人的冷屁股 那么华尔街大赌场说 哎 散户没钱了啊 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觉得呢 我会集中注意力的来多多关注啊 大盘股以及这个 一些这个 Rossal 2000的一些个股的一些变化 包括我们今天开仓了这个对老虎证券的一个做空 AMC呢 我们明天后天呢 可能还会继续的一个一个做空啊 嗯 来把握住这个机会 那么如果明天你想参加老王直播的话 欢迎加我的微信 然后点名啊 说老王直播 Chinese FM 168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